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正香煲節目時段 今天就是2020年的10月18日 星期日的黃昏時間 今節有我去諾山 還有紐西蘭有機小波羅以德台仰 大家好 還有一覺醒來 今天沒什麼事發生的 沒什麼特別事發生的 加拿大加燦生 各位網友好 小白熊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澳洲熊仔餅曾BC 你好大家好 才是曾滴好 好了 還有比倫泰國的馬來西亞大馬尚 馬來勁 各位網友好 今晚會不會支持泰國手足 慢慢都會支持 因為我是在吃泰國香味的 好了 記住喜歡我們的影片 留下言最重要是訂閱 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靜向部曬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贊 今節回來了 講一下梁振英先生 又要跟教協繼續開戰 停不了 今節看到新聞的標題 都想拿出來跟大家一起 聊聊聊聊 因為我的看法又跟他有些不同 始終他不是說真的落手落腳 去搞教育那方面 或者不是說跟老師或者不同的教育團體 一起合作做過事 他可能有些不太明白香港教師的心態 和行政和運作模式 我們要先說清楚這件事 或者大家一起留言討論一下都是好事 我相信有不少的網友 應該都是可能有些 真是阿sir 或者miss 還是怎樣 不是隨便說自己什麼sir 當然大馬sir 我們都是專稱他 可能他那個 那個藝術那方面 真是一個sir級 技術的粗藝 是 是 沒錯 所以是sir級 那好吧 我們說一下吧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到標題我都嚇了一跳 那好吧 就說要公開教師資料 等於文革 梁振英說 哇 露斥 教師就無知 還說質疑 教師就屬於青少年激進的源頭 哇 他在這個電台 有一個叫做 算是一個訪問 一個清談節目 哇 我聽到他的眼睛都燈了一燈 教師 那他所說的意思是怎樣呢 即是說近一年 有多少個 超過100個老師 可能被檢控、拘捕之如此類 或者被投訴 還有超過過千個以上的 學生歌 亦都是因為參與不同的暴動 或者犯了 因為這一場什麼所謂的修例風波延續下去 所引發出來可能犯了什麼事 被拘捕之而處理 哇 很誇張啊 究竟呢 所以就說 教師關不關事呢 他質疑教師在青少年的激進源頭 我看到他講得相當誇張 我聽到我都想了一想 他在電台節目怎樣說呢 他就說青少年應該親身回到大灣區看看 了解一下國內的發展 他就說到教協那裡批評他 你這樣說的話 公開教師的資料好像文革式批鬥 然後梁靖先生就否認了 我不是煽動受亨 他就反指教協對於歷史的無知 強調有一部份的教師散播不當的信息 例如煽動學生去參加這個叫違法行為 就等同些什麼 緊密接觸者 家長就應該有知情權的 他也在這個節目也有說 其實他沒有說涉及私隱的 只不過是整理一些資料出來 一些已有的資料出來 這樣給大家看看 好了 那我們可以繼續說一下 老師是否這是一個這麼嚴重的源頭呢 如果你問我 根據我和一些 現在還在這一段日子 由上年六月到現在 其實我都不時和一些教育界的朋友 老師也好 或者可能是校長也好 或者一些真真正正是一些學校的管理層去 聊聊聊聊 因為我都有試探口風的 他們會不會是 因為我不是親身陪著他們一起做事 這段時間 我會看看他們是黃啊 還是藍啊 還是那個態度究竟是怎樣呢 其實 以那個非官方的正式統計 其實普遍來說都是傾向於一個叫做 如果想社會盡快回復正常呢 這樣就可以了 他們都是很著重自己呢 在教育的工作上面的 你說呢 宣揚那個 那個什麼港獨思想也好 或者這些煽動也好 還是怎樣也好 好老實說 真的就佔了這個叫做極少數 還有要看一件事了 究竟還有沒有其他的因素 是令到這些學生會出來呢 要去看才行的 不可以將那個問題 噗一聲 就將他最大的比重 就降了下去 在這個叫做教師的方面 這個方法呢 我自己覺得就不是那麼好 其實他現在 我覺得梁先生突然間 他一向都是著重於講教師 我感覺上他是跳起不順 是不是他當日國民教育那一刻滑鐵路 所以現在又要再來過呢 就是說我要再來過 但是問題是如果要搞的話 為什麼你再任的時候不搞 現在又大張記鼓又再搞 他是在一個周邊範圍這樣搞 如果你問我 我會覺得他向這個叫做教育局 可以說叫做製造一種輿論上的壓力下去 就是不斷逼 就是他要做個勢出來 想是要 想一盒 想一盒東西 拆起所有所有的東西 嗯 還有如果你要教師 在一種這樣的壓力底下 去面對所謂的 會不會因為這樣 而某些情況下就會被釘牌 還是怎樣 其實教師不是用一些規則 當然了 教師有那個叫教育條例 去規範他們究竟他們怎樣做事 或者他們那個界線究竟在哪裡 這個是一件事 但是其實老師很難這樣去管 不是用這樣的形式 全部定了規條 有些什麼不同 我公開你 把這些東西包吹出來 就算你被投訴 就已經要去公開你的資料 教師的管理 不可以用這種方式去的 大家要明白到 教師可以說是一種特別的行業 因為他對著學生 其實可能他只是說了 他花了其中一堂裡面 花了三分鐘 去滲透一些 跟港獨有關的思想 其實你可能是不知道的 你也可能是管不了的 到時那個學生聽了 究竟是怎樣的反應 或者是怎樣的想法的話 其實你可能都是不知道的 就算梁先生你搞到那些條例 又是怎樣公開還是怎樣的 你覺得你有張梁繼 他們沒有過長梯嗎 關上房門 關上那班房門去教書 不是的 到時包出來公開資料 我看你怕不怕 是的 如果他真的這樣做的話 某些教師就有對策 不那麼張揚的宣傳 又或者是學生的父母 灌輸都不定的 是嗎 因為我們要明白一個東西 例如 可能就算他們家長教師會也好 或者有部份的家長 他們剛才說得對 有些家長可能自己本身都很黃的 是啊很多的 事實上是這樣的 他們可能會覺得老師說得少 不怕說 所以為什麼有些 剛剛說的被釘牌的老師 一這樣的時候 有些人會說 不是的 他是好老師來的 還是怎樣的 為什麼要這樣掛他 因為香港的教育環境 梁先生 他在千金 他都在半山 就是麥當勞道附近 那間名校都讀過的 如果其實你多些參與一下 或者了解一下 就算去這間學校也是的 究竟那個氛圍究竟是怎樣呢 究竟那個老師的傾向究竟是怎樣呢 或者他們的學校裏面的管理方法究竟是怎樣呢 所以一定要是透過 不是全部說我定規條出來 或者我定了一些條例很辣的 那你就做不了 其實不是這樣的 要多些是校方那方面 要跟老師去談 要他們明白到這件事 校園是不可以 去將這些政治思想帶進去校園 這個是其一 我剛才都說過了 你是很難在那個班房裡面 阻止一些學生 那學校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你就要做一些正面一點的宣傳 或者正面一點的手法 去令 例如可能在組會 可能在不同的 例如可能校園報也好 這樣那樣 當然還有其他的方法 是整體地整間學校 你要有一個 可能甚至乎是校長會 不同的形式 去給大家一個 好像一個舵手 給大家一個方向 讓大家知道 我們要支持 例如你說大灣區也好 還是怎樣也好 那你就給多一些資料 讓學生知道了 現在大灣區是這樣的 或者可能知道了 原來港獨到最後的問題在哪裡 你是阻止不了老師去說的 其實你要明白這件事 這次為何這個老師會捉到 還是怎樣 你要看背後的原因究竟是怎樣 不是你說繼續去 當然了 有些人說 什麼 要做一些這麼厲害的手法 那他們就害怕了 震懾他們 要這樣做才行的 搞錯了 為什麼你反對梁先生這樣做 你要記住 教師和學生是一種互動關係 家長也都是 三者有互動關係 大家是 他們是人 他們本身有一個既定 他們會有自己的思想 或者那個想法 大家都明白 大家都做過學生 還是怎樣 你曾經反叛過還是怎樣 亞斌叫狗越叫越走 大家都明白這個道理 是不可以這樣的 你的手法越強硬的話 你是更加 反校過越大的 反校過越大的 而且你的方向是捉不到的 你一定要是整間學校這樣做 為什麼那些叫做周會 周會裡面有個主題 你去保護 為什麼可以這樣說 周會有主題 或者可能你早上的集會 可能會有些主題 老師會有些事情說 還是怎樣 你要在這些 大家一起的時候 去灌輸 怎樣做你們 形成你們學校裡面的校風出來 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有一種論述 其實我們都駁斥過很多次 就是說 現在人們搞到這麼忙 唯一一個搞回正社會的方法 就是搞到他們變成激男就對了 因為他們是心忙 所以你們咬到激男那邊 才可以令社會回復正軌的 怎麼咬 讓梁先生咬咯 錯 應該叫何神界介紹經驗 我們有些網友解釋得很清楚 他就說你好像駕駛一輛車那樣 如果你現在一邊向前走 扭了去右邊 就是你扭了去右邊 可能會有對頭車 這樣才算 現在我駕駛右軚車 你扭了去右邊 它會有對頭車 那你要扭回去左邊的話 那你都不可以扭得太左的 是不是 你要扭回去車走直 是不是 不是說你一扭左 扭到最左就搞得怎樣 最左可能左邊是滑下山的 現在有些人就說要去到最左才搞得怎樣 其實不是 現實就是你要調整回到大家 譬如一個位置就是說 因為香港的定位始終是一個商貨 說到底是一個商貨 不要說那麼多 在現有的框架能夠做到些什麼 盡量去拼經濟 當然現在拼經濟之前 當然要先擴了疫先 是不是 這個很反復 看到有一個 這個叫做十位的數字出來 看到這個情況都很擔心 現在又有些新聞說 會不會來第四波還是怎樣 每一次有罪人就會這樣 還有始終都是有些人是隱形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之前說 你全民檢測是這麼重要的 本來如果你全民檢測 如果人人都可以去做的話 七百幾十萬人做了 那香港那個疫情絕對一定受得到控制 但是當你只有170萬人去做 坦白說不可能 你一不就封城 但是香港是不是真的可以封城呢 有些人是懷疑 但是很坦白說 我自己就覺得封城真是難 在香港這種環境之下 尤其是這種社會氛圍 政府做什麼都被人罵的時候 你說什麼都沒有 記不記得之前酒吧 是不是發生了一宗命案 有些人一開始就傳說 哇不要搞錯 因為限聚令叫他們走 所以搞到有人命傷亡 當然了 其實到最後原來不是限聚令 但是我看到很多人竟然在那裡 還在拿來罵政府 你都未了解整件事情 究竟關不關限聚令 正事還是怎樣都好 老實說 都罵定先 老實說 你出去喝酒 喝少了幾個小時 或者喝少了一頭半個月的話 這樣會怎樣呢 是吧 喝一杯這場酒是怎麼這麼重要呢 我真的不太明白 要訪問一下陳淑莊才知道 陳淑莊 還沒有人拍到他現在 那個叫做退隱之後 就像陳四萬一樣 不做政治之後 究竟是怎樣去過去的人生 什麼邊吃邊走邊什麼什麼 這個就不得意 還是原來被人影響到時候去種樹 挺有趣 種樹也好 種樹也好 那我們有機會可以再說一下 可能有些人買不到某個品牌的車的時候 因為那個車的公司 我們有機會找一節可以說一下 他覺得一台汽油的車就好像很不環步 如果他賣了一台這些車的時候 就要種一棵樹 就叫做一樹一車計劃 看看有沒有芒有心水清 誰知道哪一間車的公司這樣做 可以貼個名字在這個留言區那裡 在這一節下面 好了 我們說回梁振英先生怎麼看 他就說肯定香港教育方面出了一個大問題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 就沒說去到這麼大的問題 現在有很多人 剛才的社長都說了 是不是要將整件事扭到很激 用一種最激的方法來推爆這件事 推到老師不再敢跟學生散播這些激化的事情 其實很老實 學校只不過簽一個學生歌 或者一個學生的生活 只不過是其中一個部分 其實你有小孩子 尤其是你女兒都相當傳奇 又說家裡又要叫白車 又出一些帖子和你這樣玩 我們說要講你的家事 你要明白一件事 小孩子為什麼會變得這麼偏激呢 或者怎麼樣呢 不是說老師跟他說這樣就OK的 要明白這件事 家裡的教育也是一件事 我們現在就這樣 將整件事推到最白 其實我追梁先生這樣說 都未算是 將整個責任推給老師 教育界其實是很嚴重的 其實我看到某些家長 我都覺得很害怕 就是好像自己是一些責任 他覺得有知情權 他才可以盡那個責任 這件事情 你問一下那個小孩子 他應該都會跟你說的 你說他小孩子不跟我說的 那小孩子知道這些事情都不跟你說的時候 你是有知情權也沒有用的 你是有知情權也沒有用的 因為你已經教不了兒子了 告訴你 講得很...我這樣說可能很... 如果那個小孩子聽了這些不正常的訊息 或者不是那麼恰當的訊息 都不告訴你 那你跟他的關係本身已經有... 我這樣說可能很傷某些人的心 有些在我們那裡留言的網友是這樣說的 很坦白說自己還沒做好自己家長應該做 那當然有些人還沒做好自己家長做的事 還要比別人還要餓 就說我們要賺錢的嘛 很辛苦的 要做什麼 這個世界有什麼人 養小孩子是不辛苦的 就是很坦白說 很少啦 都有的 都有啦 但是你主... 好少很少 其實社會主流大部分人都是辛苦找的 是不是 你跟我們講的那些晦氣說話沒有用的 你跟政府講的那些晦氣說話也沒有用的 因為你自己真的有責任的 如果香港啊 政府要管所有的事情 現在的公務員團隊就不是這個人 是要... 八九倍的人數 是啊 八九倍可能管得了 問題是... 就是你要明白 香港的稅是低的 其實是有代價的 就是有...政府有些事情不管的 是要你自己搞的 為什麼那些補習那些這麼... 就是很坦白說 有時候補習其實都有一種托兒所的性質 就是一般你放了學之後 你... 老爸老媽還沒下班 那又不想他到處去玩 那就把那些孩子去補習 做功課 是嗎? 是做功課 在補習社裡做功課 那麼就篤促著 叫做 六七點之後才真正完成一個學習的時間 那麼每晚都回到家 那麼八九點就可以吃飯了 一般很多在香港的父母 家庭生活都是這樣 其實真的實際 和子女面對的時間 的確是... 有很多人都是不足夠的 那麼不足夠 你多事情做都不是一個理由 你怎麼都要抽些時間的 因為子女是你的父母 你作為父母 責任是最大的 就不能夠把所有責任都給老師了 是啊 不一定是那間學校 可能是補習社裡面的老師是這樣 對不對? 那補習社的老師是因為 那些你怎麼監管呢? 那些不用領牌的嘛 是不是? 哈哈 補習社呢 如果你說香港正式的補習社 那就是要的 補習社那個叫做教育那個牌 有些是要的 有些是要的 有些是很小的 但是有些 小過某個人 小過八個人 應該是 一關小過八個人 太少就可以不用了 這個我們可以有機會再補充 那梁先生呢 我們這一節呢 都要小小的事都要講一下 那他說 即使一些重視私隱的國家 例如英國 祖家英國 政府部門都會針對教師的投訴 那一旦 投訴成立的話 並立案調查 就要公開教師的資料 他就強調 這一樣是家長的知情權 還有這一種是一種責任 來保護子女 以防有教師在學校裡面 宣揚一些宗教種族 或者有關的極端思想 不可以說的 即是梁振英先生 他究竟自己說什麼 其實是亂來的 對不起 我真的忍不住要駁斥他 你不要說英國美國可以說什麼 我舉個例子 英國的學校裡面 就可以說蘇格蘭 你香港可不可以 香港的獨立 即是香港是港獨 蘇格蘭獨立 他們可以說的 他們可以討論這件事 人家就會反擊你 為什麼香港不再可以香港獨立 你可以說國情不同 國情不同 你為什麼要強行將英國那套帶來 還有有一件事 不是說一公佈在英國 這個絕對是誤導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在英國如果那個教師 是犯了一些藏副性質的罪行 只要他不是在學生面前吸毒的話 是不會公開的 而且 而且英國的法院是可以做一件事 叫做Name Suppression 即連名字都不公開 因為他是一個教師 他就不公開名字 是這樣的 那你是不是要把英國那套帶過來 你講話不要這麼荒謬行不行 一個副國級領導人 講話荒謬到這樣 你用一些不是那麼恰當的例子來講 其實建制派有個問題 現在有很多人說英國美國都有 所以香港也要有 怎麼會跟英美 這件事我最反對 一個兩制地方 香港的情況本身跟英美有些不同 就是你強行去拿 你根本就是給那些黃友進去的 就是你用他那種說法 到時候大家 大家一了解那些資料 發覺 他講原來有問題 那就糟糕了 其實不只是他 之前我們講的洗腳師傅也是 是同一類型的人 就是他說英國都有這個兩型委員會 但是其實講的那些事情 就實際上跟香港是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香港的情況根本就是 就是這件事是沒有什麼作用 就是講美國也是一個荒謬 美國會公開的 就是美國 如果美國在學校裡 加州裡面有些教師說 加州獨立 就是討論這件事 他是不是真的會 有人說這個教師是失德 就是嚴格你 你不要拿英國美國的東西來講 不是這樣的 就是講個事實 就是你一講個事實的話 你就輸了 全部梁振英先生 所以我自己就不是這麼建議 用一種這麼極端的手法 去跟教師這一方面 去做到一種可以說是對立面 就是管理一家學校就不是這樣的 一實證就知道 說的話根本就不是實際的情況 那你就輸定了 你拿出來講也是浪費 因為本來我都覺得 就是你說 用回香港的程度是沒有 但是 我當然有些人說 喂 你自己一開始就撐政府而已 盲撐而已 所以覺得不需要公開而已 但是其實有很多事情 你想一下就知道 就是為什麼你要撐政府 講得清楚了 政府現在這個程序 就是根據那個教育 那你現在強行就 有幾個論點的 一定要駁斥的 第一個就是說 其他專業都是這樣公開的 零訊那些什麼都公開的 其實我之前也駁斥過一次 醫生已經不公開的 醫生的醫務委員會 是可以不公開的 不過還有一件事就是 很多專業 如果你說失德的話 其實他又可以 失德的專業人士 是可以找律師 去為自己變成 在教師這件事就不可以 在那個程序裡面是不可以 那你跟回程序做 就是我已經很OK 那當然現在有人在說 這個程序是不行的 其實現在兩邊 要以時並進 嘩 不行啊 你這樣找一些外行的 這樣說完 又要硬加加插進去 然後其他都在那裡激獎 在那裡和意 還是怎樣 只會將這件事情 就越鬧越僵 或者只不過 原本可能 可以好好地這樣去 應該怎麼說呢 是靜靜地 或者可能密密 用一些行政方面的方法 去處理一件事 你現在這樣搞的 有機會 就是一法不可所授的 不如這樣 我們今節先討論到這裡 希望可以一起留言說 好嗎 多謝各位 這是很重要的點 許良善 好 因為現在有很多人 就這樣推說 喂 其他專業人士 都是怎樣 現在你看到教協 有些人就說 是啊 我們這裏不能上訴 不能找最初的過程序 都不公意 喂 那個聆訊又不是公開 我們不如全部公開 這樣 現在在做的事情 根本上就是兩邊激獎 做到這件事情出來 變成政府做什麼都不對 一個這樣的社會 你覺得是否真的可以 搞好一點呢 兩邊都這樣 不需要這樣來公開審 其實其他人不知道 那些資料究竟是怎樣 或者那個情況究竟是怎樣的 三姑六婆 每個人都插一腳下去的話 還得了的 神經病 其實現在釘了牌 那件事可以靜靜地 完了 就可以搞定了 本來就要慢慢吵 不過有些人就說 有很多讀師 就是這樣說 那問題就是 有些人是混亂了一些概念 其實就是 一開始就說 要有知情權 說那些黑暴老師教壞小孩 我們早就說了 黑暴那些資料 就是被人拘捕了 那些是公開的 是 梁振英公開了 就是他集在一起 他不是公開 他不是公開的 他是把那個 公開的資訊 組織 這個公道說句 那些人用黃色那邊 用梁振英 搞人家私隱 那些 完全不成立 因為本身是公開的資訊 他只不過是閘下 除非他連電話 出生日期 這些都說出來 那就叫做私隱 因為大家要明白 香港的私隱條例 究竟哪一方面的東西 才是屬於每一個人的私隱 一定要搞清楚這些東西 要不然又是兩東西就爆了 現在你看到一件事 就是現在在爭取 搞一些老師要贏的人 和那些老師的代表 舉個例子就是教協 其實就是在擊掌 因為他們兩邊 大家兩邊鬥擊掌 他們在兩邊 就是各自各的那一邊 都會有這個能量方面的得益 有政治能量 拿到政治 他們想拿到政治 但是我們會踢爆他們兩邊 其實他們兩邊 都不想社會好 很坦白說 有些人說梁振英都是為社會好 如果她為社會好 應該就支持一下政府 有什麼意見呢 就靜靜地和林鄭月娥說 那就行了 是不是 要不需要出來公開這樣借 是沒有必要的 或者她可能組織一些 叫做 類似她自己 黯袋搞一些 國情班 國民教育的事情 就是自己搞一堂 剛才嘉賞生一堂都說 咦她不是那時候不睡巢 那你自己搞一個非牟利的形式 就是搞一個有些宣傳 卡通也好 什麼文宣也好 還是怎樣都好 其實你自己可以做一堂的 你無需要這樣去用教師 跟教協這樣 教控博火也好 什麼都好 我覺得那個手法來講 不是那麼恰當 那好吧 阿社長 還沒有補充 有 但是下一節再講 其實講過很多次 有些人進來 每次我們講梁振英 就說 我們針對她 還沒聽到 這些完全是 你聽到 其實沒有罵過她的 我們只要給她一些建議出來 這樣是不是會比較好呢 OK 下次有機會再講 因為這一次應該都負評會甚多 其實我又沒什麼所謂的 沒什麼所謂的 沒什麼所謂 因為我們都是講出來 實際的情況 如果為了Like 而埋沒自己 你和梁振英 一起鬥激 說得更激 對呀 很多人很High 很意義的 很意義的 那我們就不要叫正向暴 激向暴 好嗎 傻傻的 我們不會這樣的 好了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